春有白花 秋有月 夏有陽風 冬有雪 風無謝是花心風 也是人間 以下是由黃冠榮老師 和我們分享正知正見 有請黃老師 各位老師 下午好 是否聲音可以大聲一點 阿菲先生 聽不聽清楚 好像聲音好像小了 OK OK 你看後面那位老師也聽到 非常多謝各位老師 我是學生 很難得你們今天假期抽時間來學習 我們學習 首先有一件事最要緊要學過 是感恩的心 對嗎 如果沒有感恩的心 這個人是沒辦法成長的 你有沒有辦法 有很多人很傲慢 你說甚麼他都聽不入耳 他認為他所學的東西是最好的 甚至是甚麼 所以他永遠都沒有辦法再學 感恩的心 第一件事首先要感恩 高醫生知道嗎 高醫生 高醫生請你出來 高醫生請你出來 我們給個掌聲 高醫生 因為我覺得高醫生是很運氣的 所以用他的所有的時間精力 金錢 甚麼都好 全力去做這個事實事 是非常難得的 如果沒有高醫生創造這個道場 這個世界很多人學少了時間 所以很難得的 好 第二個要多謝的人是誰 你們覺得呢 高太 高醫生代表高太 高醫生代表高太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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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我們的父 不是 第二個要多謝就是 我們所有的成員 如果沒有他們 我們沒有機會學習 這麼有智慧的東西 因為以我們凡夫的智慧 我們不是聖人 如果這個世界沒有聖人 我們永遠很難得控 我們永遠都是在這個水平 是因為他們 教下了很多聖言的方法 我們才有機會學習 是嗎 第三個要感恩的是誰 班子 你們自己 請鼓掌 給自己一個鼓掌 所以我每一次都很感恩你們 如果沒有你們 都不會在這裡出現 對嗎 對嗎 很相對的 所以佛法呢 很有趣的 講這個世間呢 只有一個字 講圓 是嗎 你們覺得有沒有道理 有 有很多人不相信 我身邊有很多朋友不相信這些 但事實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有甚麼不是因為圓而出現 高醫生 不創辦這裡 就不會有你們 沒有你們 我們又不會出現 是嗎 如果沒有你們高醫生 也不會創辦這個地方 是嗎 是嗎 很妙的 一切都是很互動的 是嗎 好像 一環靠一環 是嗎 是嗎 好了 那圓呢 還要加多一個字 那還未夠 圓就很好 佛教說 其實一切是甚麼呢 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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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起是甚麼意思 開始 開始 因為很有趣的 有這件事 這個呢 是甚麼呢 起是甚麼 是因 然後再下來會是甚麼 果 對 很有趣的 是吧 所以 一有圓起 就會有甚麼 果 對 很有趣的 是吧 它自然會帶個圓滅出來 因為一有起 就會有滅 沒有起會不會有滅 不會 很有趣的 所以 有因必定是否有果 是 你想沒有果會怎樣 你們想怎樣 如果沒有 我不想要這個果 沒有起因 對 沒有起因 是吧 是吧 最簡單的 這個道理是簡單到無可再簡單 所以有很多人 有些人 譬如 學宗教的人 他想改變一些東西 但他不在因裏改 很有趣的 你有發覺嗎 譬如他去求神拜佛 我求神這也好 那也好 但有可能 他不適合 因為一切因果 要改變果 一定要改變因 是不是 是吧 但事實上 你看很多人 他不是這樣做的 完全是做些 跟那些因無關的 是吧 是吧 要改變自己 是吧 即是要改變那些因 果才有機會改變 但通常不是的 我們看到很多 很多宗教人士 或者什麼都好 想做的 其實是 即是我們所在 在世間 我們叫做 一個字呢 就是這個字 迷 迷是什麼意思 就是迷 迷的意思就是 不明白這件事 不明白這件事 就叫做迷 那你永遠得不到 正確的果 是吧 譬如很多學生 想考好一些成績 但如果他去求神拜佛 是不可能得到的 照計 如果是 大家不用讀書 大家去求就行 是吧 那你一定要透過 你自己的努力 是吧 是 這個就是這樣 對 是吧 所以很簡單 所以很多就是迷 就是這件事 所以這個道場 這個地方很好 就是 給別人開智慧的 是 譬如那次 我最近學到一個字 愛智 知不知是什麼 愛智 愛智 愛智是什麼意思 愛是佛愛 智是智慧 智是智慧 這個原來是一個哲學 哲學 哲學 所有學哲 哲學的人 都在追求這兩個字 愛智 否則他不可以說我學的哲學 哲學是什麼意思 哲學究竟是什麼 我最近在研究哲學的事 其實哲學和宗教都沒有什麼分別 不過他不用宗教的形式去追求 去找一些東西 找生命的答案 其實他們都是在找這些東西 不過他們不用宗教 雖然說不用 但我見很多哲學的老師出來說 他一樣是講餘式道的東西 都沒有分別 他都引很多餘式道的道理 來講這些同樣的東西 而在哲學來說 就是一個人一定要追求智慧 愛智就是追求智慧 現在你們在學的是什麼 智慧智慧 你們其實已經有這件事 愛智 對嗎 對 恭喜大家 大家都是追求智慧的人 很浪費時間 好像我的朋友很喜歡看愛情小說 公仔書等等 我經常勸他們 為何你不學一些提升智慧的書 我說這些書 你看了好 但它不會讓你提升智慧 對吧 你只是一個娛樂 應該這麼說 這是娛樂的 但是這些時間 長期很大量 其實你是浪費了這些時間 因為你的智慧沒有提升 對吧 雖然你學了很多 看了很多公仔書 究竟有什麼益處呢 對吧 所以有時候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你去到哪裡都會看著人家 拿著手機 百分之九十九十做什麼呢 你覺得 打遊戲 對 不是 是 是打遊戲 看片 是 如果它是 在看文章 或者其他 很少見到 對 總之你是 那你就明白了 百分之九十九十九十 其實都不是在追求智慧 是嗎 對 對 就是等於你在街 或者你在坐車 看到人家拿著書看的東西 很少 對 都不是很少 對 現在看手機 都是 九十九個百分之九十 都是那些東西 很少見到人家 是有用的東西 所以追求智慧的 其實真的很少 是嗎 那麼 那麼 這裡有一兩位老師 好像之前上課過 高飛老師 以前有個八百很厲害 每次都來過 沒有 最近沒有來過嗎 是嗎 這位老師你都見過 是嗎 有 有四位 有些東西可能是重複的 你們不要介意 因為我都沒有辦法 每一次都好 全部都是新的 都不行 好了 這裡我是覺得很值得 跟你們分享 中國字很有智慧 上是什麼意思 是嗎 是嗎 這個小朋友很厲害 馬上舉手 現在的小朋友很厲害 很有趣 我們經常都會有些小朋友 好像他們那樣小的幼稚園 來參訪我們環保站 因為我們有些做環保義工 那些 今早周英平師兄分享 我經常和他們一起做環保 因為我們都跟同一個機構做義工 有很多小朋友來 有些小朋友 他們很活躍 你說什麼他們欠如答 但接著到小學生 開始很亂 就是幼稚園比較好 規矩 排隊 聽話 很活躍 小學生開始就很混亂 很難控制 然後到中學生 有一個現象 你聞什麼都不出聲 很可愛 現在很可愛 你怎樣 沒有互動 很難交流 很可愛 不過小時候他們願意提出 很好 那麼 多一畫就變成這個字 紫 這個紫是什麼意思 紫 其實很高生 你看到這麼簡單這個字 還有一個字更特別 再加多一畫 變成什麼 紫 這三個字 我覺得中國人是很難解 很值得學習 而且這三個字的演變 是不是很特別 交往交往交往 但這三個字已經可以 說了很多很多意思 因為我最近看過一個文章 《易經》說不是說 就是說這三個字 整個《易經》 如果你將它說 它的核心是說什麼 當然是說這三個字 後來再演變成文 那些福話 其實它是說這三個字的道理 這三個字是什麼道理呢 你們有沒有聽過 你們有沒有聽過 一句話 什麼意思 這個 下流 下流 是什麼意思 上流 上流 下流 什麼意思 不是你想想的 如果我下流 你不要以為是說那個 不是罵人 下流 一條河水上面 上流 下流 下流 他這個意思 是 自己的讀書 真正的 這裏就是 這樣 看看你們自己 下流 下流 他意思是好像水流 向下 人呢 要懶得很容易 其實是不是很難 是 要做好事 是不是很難 做壞事 是不是很容易 是 就是 容易的東西 通常是怎樣 向下 很難說 逆流向上 是嗎 好的東西 一定是要 爭取 或者要付出代價 是嗎 你很難說 我想得那些好東西 但我不付出代價 是嗎 很少有機會 當然有例外 但很少有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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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呢 上流意思就是 這個字 可以解釋這個字 上進的人 是嗎 又恭喜大家 你們都屬於上進的人 很難得的 是嗎 可能是1%左右 很少 如果人類來說 1% 才屬於上進的人 很少有的 真的不容易 你試試給例 你看看你身邊的朋友 知道的 你認識100個人 有多少人 經常去學習 學好的東西 是不是少之又少 很少 很難找到 而且堅持 隔不上一次兩次不算 即是港廠經常做的事情 算 對嗎 是不是很難的 好了 那 子是甚麼意思呢 上意思 大家知道 上進 子又是甚麼意思 而是在上個過程 你一定要知道 子 不是 即是你要知道甚麼是子 子 那我問你 譬如煲水 煲滾了怎樣 是 你繼續煲會怎樣 是 水都沒有了 乾水了 是嗎 即每一件事 我們要知道甚麼是子 是 每一件事都在 你想想 你做人就知道 如果甚麼都做過了 會怎樣 其實是反效果 是嗎 是嗎 你帶小孩子就知道 你管得太陽也不行 不管他也不行 是不是 太疼他也不行 不疼他也不行 是不是 你可不可以疼到他中小 不可以 反效果 是不是 所以這個子 其實這個子 在佛教說中道 中道 中道 即是這個中字 其實這個子 就等於一個中字 明白嗎 如果你搞得好這個字 你已經是很厲害的人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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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件事都是 拿中間是最困難 對嗎 對嗎 譬如我們要買一件事很貴 買東西很便宜 也很容易 但要買一件事 自己的心水又壓扯 就很便宜 對嗎 對嗎 要很有智慧才行 很多時候我們都是 譬如我們買設備 我們要賤到電 你不要以為買貴的一定是好的 買貴的每一分鐘 那件事是不對的 對嗎 對嗎 你多元 即是浪費了錢 每一分鐘 還不適合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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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便宜又不行 你甚麼都便宜又不行 對嗎 對嗎 所以你買的很適合 你需要 那件事 就不是一件最重要 是很難做到的事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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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的意思 所以這個子 是很重要的 做人最重要 最重要是這三個字 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有沒有聽過 中庸之道 中庸 中庸為何是一個很重要的課程 一個哲學 就是這樣 所以佛教都是講中道 講任何要成就一件事 你一定要走這條路 叫中道 如果你不懂這條路 你不懂這條路 即是你的事盤公半 你多做很多事 但結果只有一半 小朋友 那第三個字呢 正 正是甚麼意思 是 最對的事 應該會這麼講 最對的事 每個人學的事不一樣 但講最對的事 譬如你學醫 最對的醫 是甚麼呢 中醫有中醫西有西醫 不一樣的 這條路 是吧 知识也是,譬如你学不同的知识,有不同的方向 我们这里是讲一个求智慧 证呢,其实应该这样 这个是可以对中字的,这个正是代表什么呢? 道,你听得多,正是以道来说,什么叫正道 如果以佛法来说,就叫正法,正道 这个是中的意思,这个不用说 如果没有这个相对,这些是不会出现的 它是一个求一个的,是吗? 好像刚才说的,预言起因果 你有这个相对心,你才会得到这个 下一步你会得到正道正法 各位老师,我问,你们认为呢? 好像你们来学,你们学什么呢? 正确的人生光 正确的人生光,开智慧,是吗? 那你们认为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是有…人 其实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善心 善心,有人讲善心 有什么?智慧 又有什么?平等? 平等,平等,平等,平等 是吧? 其实有很多种说法,是吗? 我经常都在想,有没有一样东西 大家都可以认同的呢? 后来我就想到了,我觉得做人最重要呢? 是吧? 你们说其实都对的 不是不对吧? 不过我要找一样,大家都可以… 是吧? 大家都可以认同的 是吧? 是吧? 我觉得呢? 做人最重要的是这件事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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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明白什么理呢? 譬如你们这两天在学习 是学什么? 学明理 是吧? 是吧? 你不明白理的话 很多东西都能达到好的结果 那明白什么理呢? 做人做事的理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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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明白这个理之后 你会发觉做人是轻松很多的 有些人常常说做人是很难的 是吧? 是吧? 做人难啊? 做好人更难啊? 是吧? 这是事实来的 如果在我经营很多年 真是吧? 但如果你明白做人的理之后 你就会发觉 咦?不是吧? 都不是那么难 因为你找到一个重心在哪里 是吧? 你做什么都要找到一个重点重心 对不对? 如果不是呢? 就是等一件事 我想问大家 这两件事哪有重要点呢?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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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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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就是这样 做人的方向就是明理 是吧? 不同老师有教不同的东西 是吧? 好像今天有两位老师 讲不同的东西 例如我出去学很多东西 可以学很多东西 学很多东西 你会发觉 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个东西 明理 是吧? 当然各个 各个 各个 学法的方向不一样 或者是 有些叫余 余色度 野会各种都有很多 甚至中传统文化 是吧? 甚至哲学 很多个法文 但其实都是 其实都是 在学一样东西 核心都在学一样东西 对吧? 是吧? 是吧? 好了 那明理就等于 我们现在方向一定要掌握到 那你掌握到方向之后呢 你很容易达成 除非你不去做 是吧? 因为你对了 只要你肯起步肯去行 是吧? 那你目标一定达到的 就是差着你不去行 是吧? 其实道理就好像很简单 是吧? 是吧? 做起来就不简单 好 好了 那明理呢? 有没有比明理更加重要的东西呢? 我想问大家 又再高一层 考验一下大家 想想 这是今天我最重要的 和大家分享的地方 是什么呢? 明理是非常重要的 做人一定要有这些东西 你看看现在这个社会 所有人遇到的问题 多数都是这个问题 是吧? 那比明理更加重要的 有没有呢? 更加需要的东西有没有呢? 例如你 你想想 比你认为明理是最重要的 但是有没有一样东西 在生活中更加重要的东西 有 什么呢? 知识 知识 知识都是明理一样 其实都是归入去明理 譬如你读书 你能读得好 你都是要明理的 你要明白 你以各科的理 对吧? 对吧? 好像我的子女一样 她经常都想考好一点 我要考好一点 我要升到班 读什么 但她每天就对着游戏机 我说你这样 怎样可能会成功呢? 对吧? 对吧? 我说你可以平衡一点 譬如你三分一是玩游戏 三分二是学功课 这些是合理的 对吧? 然后你三分之二是玩游戏 玩游戏机 对吧? 你怎样可能呢? 对吧? 她的力量就不明白你 即是不立刻这样去分 对吧? 那 那 再跟你讲一下 如果 在世间法来说 名利是最高的 即是我觉得 世间法 知不知道大家是什么? 知不知道是什么?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出世间法 又是什么? 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呢? 有什么不同呢? 你觉得? 不一定 你说的对 但不一定 佛佛只是其中一种 对吧? 对吧? 做不到就自己做 我想问给大家 有什么宗教信用 首先 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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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的在哪位呢? 不要紧 即是说你的方向 即是你对哪有比方的兴趣 那有没有多少教? 别的 道教 有没有? 甚至其他不同的教 道教 道教 比较少 不过我也有几个朋友 是道教 现在道教开始回忆 好像 这几年开始 开始越来越回忆 对吧? 那其他的呢? 没有就是怎么样? 即是在睡觉 没有宗教 即是在睡覺 我師傅經常說 其實如果沒有宗教不是一樣 如果要信一定要信正信的教 即是那些什麼 千萬不要信到邪教 否則寧願沒有信 出世間是什麼呢 在世間法裏 如果你明白做人做事 那你其實已經很成功了 但出世間法裏面是什麼呢 是無對無錯 出世間法又是 不同的時刻 又是無對無錯 一般人很少會 接觸到這一邊 一般人呢 所以呢 凡人他只是在世間法裏面 世間法就是你的日常生活 一般人所追求的目標 方向 追求的東西 那出世間法呢 就是我剛才說的 就是聖言 向到聖言那邊 那是否很少人會追求 是不是很少人會追求這件事 那這件事呢 就叫出世間法 在佛法 在佛法來講 都是其他中派有不同的說法 那 如果在出世間法 你們覺得什麼是最重要呢 成性成言 在裡面的話 什麼是最重要的呢 例如我們做人 做人明理是最重要的 是吧 如果他們不明白你 你學多少也好 其實都是 未必成功的 好像很多人 很多律師 你現在看到社會上 很多很厲害的人 都是在出世間法科的 是不是 其實他 甚至很有錢的人 你看到他們 結果都是不好的 是不是 為什麼呢 他就不夠明理 明理這裡做得不好 是不是 例如很有錢的人 為什麼還會去貪那幾千萬 要搞到坐牢 我也搞不清楚 真的不明白你 是不是 他幾百億幾十億 你看看現在的新聞 你這麼有錢 為什麼還要為了幾千萬 去貪污 去令人貪污 搞到自己坐牢 是不是 真的想不通 是不是 他跌也跌了去 為什麼要搞到自己 這樣呢 很奇怪 這就是很奇怪的人 很有趣 不太明白你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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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出世間法呢 如果要成為聖言的話 譬如你們 你今次有讀弟子規 是吧 是 是 聖語言 是 讀中國傳統文化 其實就是希望我們成為 聖言 最少都言 不要說聖 是吧 是吧 一會兒和你們分析一下 什麼叫言 什麼叫聖 其實不是這麼容易 是吧 出世間法呢 一件事最重要的就是叫做 是吧 他們叫做政見 在佛法來說叫做政見 是吧 其實都是一樣 你說政法都得大 就不是這麼容易理解 因為法很大 很深的 可以 講最簡單來說 最容易令人明白來說 雖然我現在講的東西 是用佛法來解釋 但其實 你們不要當它是宗教 因為我當是一種 哲學來研究都可以 你可以當不同 不用宗教的方向去思考 是吧 因為不同的宗教的人 會有不同的看法 我們不是用宗教 我們已經 我們是當一個 真理來講法 好了 那政見呢 如果你想成為賢性的人 你一定要用這個 就是要做人 你想做人做得成功 幸福快樂 一定要明白你 明白嗎 明白你 其實就等於 你世間法裏面的政見 對嗎 對 對 政見的意思是什麼呢 你正確明白 一種道理 見解到一些東西 你理解到 應該怎樣說 知道了 就等於 剛才講的方向 你做人的方向明白了 現在你成為聖賢的方向 你明白到 問題是你做不做 一做 就自然會向成功的方向達到 對不對 對嗎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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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理他明不明白的内容 他一路读,他深入了潜意识 有一天,他碰到一件事 他就会拿这个标准来做事 来做人做事 但如果没有标准在他心里面 或者他的标准是错的 那就麻烦了 你现在看到事情就是这样 对吗? 就是因为他的心里面没有标准 那帝子规就是做人的标准 就是这样的解释 就是等于这个方向 做人的方向不明理 那些出世间法也是一样 好,那譬如人 人,你觉得是什么? 人 我们拆开分析一下 有点像哲学家和哲学科 人是什么? 人可以长得多些动物 人可以长得多些动物 好,我先问你 最聪明的动物是什么? 人 最蠢的动物是什么? 都是人 那为什么? 因为人可以长得自己做得很好 但还有研究出来很多东西 都会毁灭自己 所以聪明和不聪明都会自己 什么叫聪明反对聪明? 你知不知道? 越聪明才会做最愚蠢的事情 你明白吗? 所以人类现在很聪明 所以他们发明了原子弹 银子弹 中子弹 足够毁灭地球十几次 就是因为人类那么聪明 所以他们做的事情 其实可以毁灭自己 动物会不会蠢成这样? 对 就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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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你们知道 人家怎么捉青蛙? 怎么捉青蛙? 有没有蟲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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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可能不是乡蟹人 不知道 我们是乡蟹人 我们是乡蟹人 怎么捉青蛙呢? 拿红菜? 大油菜也可以 怎么捉? 青蛙腿也可以 用蟹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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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蟹蟹蟹 用蟹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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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绑蟹 绑蟹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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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没有蟲蟹 没有蟹蟹,要怎么捉青蛙上来? 不放 很有趣 召蟹蟹蟹蟹蟹 你捉青蛙上来 看着牠都不肯放 死都不放 那你可不需要 你记得放口就能跑 挺蠢 你知不知道 抓 很奇怪 好像是捉猴子,猴子很聪明 他也可以有一个荒漠地 那些人捉猴子呢? 其中有些土人 他用椰子壳,绑着他,在椰子壳开个洞 放些东西,他喜欢吃的东西 那洞呢,他刚刚的手插进去 那他拿着吃,拿着拳头就出不回来 那椰子就绑着了 那些猎人来捉他,他不放手 他的手卡住在里面,他不放手就行了 那你说是否很神奇呢? 我经常觉得真的很神奇 是吗? 贪神 对吧? 其实放手就可以 他们的动物是否很蠢? 但动物蠢你又不怪他 他们智慧低,就像小朋友 小朋友做错事,有没有人去说他蠢? 他本身是不明白这个道理 但我们大人,我们有知识 我问你,我们做些东西比他蠢 你想想,是吧? 是 我们佛教说,放下 你说多少人能放下? 你想想 不是我 其实放下就解决了一层问题 这个世界,为什么有这么多分针 这么多问题呢? 每一个人都有这么多问题 就是你没有放下 佛教学到最后就是 你成不成功 修行成功成功就是 你可不可以放下这两个问题 是吧? 但你看看哪个人能放下 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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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你要做严性一定要学这件事 要不然永远都答不了 是吧? 因为你经常拿着东西都不放下 是吧? 是 但剧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事实就是这么简单 不复杂 你不用把它搞到这么复杂 是吧? 是吧? 不是,它明白它做不到 是吧? 是吧? 譬如我经常说 譬如你的爱人和你分开 是不是有些人痛苦 又要生产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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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 哇,它说要走你是不是比心里还要笑 虽然你把口说不好 其实你的心里就快点走 但如果你很爱它 那到最后 你就很痛苦了 放不下了 有生要死 其实就是那些 有什么分别? 就是你不放下 你放下它 就是这样的事 对吧? 这个世间债就没有用 所以我们就会 这是刚才我说的 青蛙是怎样笨的 那些 Brill真的 其实我们比他们还笨 我们是否笨 因为他们没有智慧 你就不可以说他是笨 我们有智慧 我们都能做不到 那些レvem proto 是吧? 最笨的是我们 是吧? 那先刚才说 对 人是什么呢? 对 对 В佛教屋的人是什么? 病情 指 对比捷学来说 其实很多人就是一东西 只有一个东西 思想 你想想吧 如果一个人没有了思想 这个是植物人 是植物人 变成植物人 一个没有了思想的人 是不是植物人 虽然他有生长 他会移动 但其实他没有 是怎样 没有自由意识 是吗 是的 很有趣吧 好像我们去探访病人 看到一些 ER 会移动的人 会移动的 ER 会说话 但是 他们说 这个是植物人 奇怪 他会移动的 他会说话 就是ER 为什么会移动 为什么移动植物人 因为他没有办法和你沟通 他的ER的本能 好像有些反应 风扇转 他也可以发声 他没有办法和他沟通 但如果完全不能移动 我们也看过一个完全不能移动 他说也说不到 但是你可以和他用斩眼来沟通 比如说 你明白 一明白就斩两下 他明白就斩两下 那是不是可以沟通 但是他全部不能移动 不能移动 因为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 那他就不是植物人 这样就不算是植物人 不算 因为他会懂得用眼 跟你说话 他明白 他有办法反应给你知 那他们就不叫植物人 因为我们问 你懂不懂这件事 一喜欢就斩两下 因为有些严重中风病 所以人是完全不能移动 他可以说 但是他也不知道他说什么 明白吗 你靠他 靠眨眼 才可以和你沟通 很有趣 所以人 是一种叫思想的产品 而有思想 会有什么 下一步是什么 行为 下一步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 这些很多人都学过 行动 你有行为会变成什么 你想想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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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就是行为 我们有思想才有这个行为 你没有想到一样东西 你很喜欢有这个行为 一定是你思想带动你 你会变成一个行为 结果 行为下一步是什么 结果 结果 不是 应该叫习惯 我们叫习惯 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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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说一说 简单些 就叫性格 对吧 对吧 比如有些人 喜欢按摩脚 按不停 你想它停不停 很难才可以停 但是我们不习惯 脚就不会硬 很有趣 因为它行为长 人很有趣 人呢 它是一个习惯性的动物 就是它习惯了做一件事 慢慢慢慢 这个习惯就形成了一种力量 它是改不了的 你看 是吧 吃烟要改很难 吸毒学要改更难 是吧 就是它会很有趣 它会主导了你 你如果整天培养一个行为 你会不会觉得 例如你按摩脚 按摩脚就习惯了 按摩脚 有时间多些 如果脑袋 你会发觉 你停不了 明白吗 是的 所以人的行为多了 它自然会成为 习惯和性格 比如它喜欢发皮 正正下 它想不发都不行 它动一点就发皮 动一点就发皮 你想它发都不行 不是 你想停都停不了 但是不发皮 你想它发就不容易 是吧 是的 它的习惯和性格 就已经定了 下一步是什么呢 就成为了什么呢 命运 是的 老师有上去说 所以人的命运 是哪里来的 你想想 思想行为行为 所以喜欢读书 读书的人 因为他的思想 喜欢这件事 是 他不会一直来 自然成绩就是好的 好 差异也有限 是吧 就是这么简单 好了 接着出世间法 也是一样的 你的思想 如果你的思想 是凡人的思想 我想问大家 他的思想是凡人 还是性言的思想 那你怎么知道 你的思想是凡人 还是性言的思想 我知道 其实知道 你追求的方向是什么呢 你有没有想过 我要成言成性的呢 有 有 很难得 百分之一个百分之一个百分之一个 是吧 要成性成言 你有这种思想 已经是很少有的 很少人有这种思想 做好人已经 很少人说 我要做好人的 已经不多 是吧 一般都是 哎 不知开心就可以了 一定做的 对吧 做些开心的事就可以了 对吧 做些开心的事就可以了 对吧 对吧 对 对 所以你看看 如果你的思想 是一般人的思想 那 你的病运永远都是 凡人 对吧 但如果你有 圣言的思想 如果你有 你有这种思想 但你还要有个行为 才行得 你有没有去学习 你有没有去行动 是吧 譬如你们现在来上课 上了圣言的课 是吧 逆子规那些 很多东西 你开始 你可以学习 你的行为 然后慢慢慢慢 它会成为你的习惯 它在潜意识里面 它慢慢 你会形成自己不知道 是吧 成为了习惯 和成为你的习惯 好 接着呢 最后的结果呢 是怎样的 就是成言成性 是吧 如果你做得对的话 当然是说做得对 如果你走的方向 是错的话 是吧 比如现在 这个社会 很多是 很多不太好的宗教 是吧 如果你 你以为 这样是可以 成言成性 入了你就迷了 就错了 这些是很可怜的 是吧 所以 在佛法说 人最重要的 就是这件事 如果你没有这件事 你多努力 多速度 多快 多努力 多用功 你都达不到这个方向 是吧 因为呢 现在一步错 但将来 就错得很重要 明白吗 是吧 是吧 你想想 比如这个方向 你在这里 最初 一点错不错 但是久了 你想想 可以去很远的 相距很远的 是不是时间一路推远 的话 相距会非常远的 所以方向 一定要正确 是吧 一定要很正确 你一路修正 譬如你错了 但是你修正 又去回中间 又继续走走走走 又会错 是吧 好像船也很有趣 好像你 你驾车驾船就知道 你不可能 一个方向定了 就会直到直线 你是不是一定要 就算一条直路 你都不可能 放开个体盘直去 不可能 是吧 因为你一定会 遇到一些问题 你要修正个体盘 航海 航船 航船都一样 是吧 大家明白吗 所以呢 一个人 要改变他的命运 要怎么做 首先在这边 如果你倒转台来 其实没有可能 很难的 因为这一样东西 卡死了你 你想想 是吧 很难的 那你一定要在这里 改变的 是吧 是吧 首先改变了你的思想 是吧 所以在佛教里 有句话 好像我最近 看了一篇文章 有个人说 网上的一篇文章说 为什么做好人这么难呢 要承罚多少大劫 是吧 是吧 承性承言 要多少千万世 是吧 但是做坏人那么容易呢 放下屠刀立地承罚 那我做什么做不好人呢 我做坏人 接着放下屠刀 我就可以承罚 是吧 其实他不是这个意思 当你的思想一改变的时候 就是好像有很多 我们有很多义工人 其实本身之前很坏的 做很多坏事 但他可以因为一件事 改变得很快 接着还很精进地 学习 付出 很多这些人 你甚至见到一些牧师 也是 他本身都是 以前杀人放火的人 是吧 或者是社会 或者是 打伤 或者是大坏人 但他可以 因为他受的苦多了 他觉悟起来 比我们更加强 他比较力量更加大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放下屠刀立地承罚的意思 是 明白吗 不是你下承罚 而是你 思想一改变的话 你就已经有圣言的思想 那以后的行为 你就一直去 最终的结果就是 你一定是成圣成言 如果你方向没错 你要继续努力的话 是吧 当然你停了 不要多说 但你停了也不要紧 在佛法说 只要你有这个证件 他深入了你的思想里面 你现在不动 真的不要紧 将来一定有机会 你自动的 就像车自动波那样 他自动会带你 就像道行那样 你可以停在那 但你不要让他起动 一起动他一定会带你自己走 就像我们那样 我们做每一件事 所以佛教说命运 其实我们做很多事情 不是你自己决定 你想想 像我们驾车 明明要直去 这些驾车到那边 我也不明解 你的思想是这样的 或者你想说些 或者你想做些 结果你做到你的事情 为什么呢 不是 原来 有一个叫潜意识 其实我们是分分秒秒都受潜意识 不过你不知道 你以为你自己控制自己 你说每一句话 你都行 其实不是的 表面好像是 其实很多东西是一种 潜意识里面的力量 在做东西 那我们佛教说什么 就是说 说业力 是 是 业力 是 是 其实我现在 我现在学一些科学的东西 他说的什么都是 科学说什么呢 科学说到最深最高 就是这两个 这两个 叫长 有一个叫力 其实两个东西是一样 不过说法是什么 比如什么引力墙 什么持墙 持墙 持墙就是持力 对不对 其实和佛教是一样一样的东西 佛教是说业力 佛教说这个世间只有这一样东西 不过演变成无数的东西 但都是在这一样东西 那业力是什么 其实业力是什么 行为 很坏的行为 究竟业力是什么 如果你把宗教觉得很複雅 其实我们可以讲得很简单 业力就是我们的 所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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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的反作用力 是 因果 但又会太宗教化 有些人不信 行为是什么 行为其实是一个叫作用力 如果在科学来说 你什么行为 思想 思想 语言 行动 都是叫作用的 对不对 因为你都会产生一种力量 不过你不知道 比如思想 好像我刚刚学会的时候 我经常觉得 思想都可以做恶业 做善恶 没有什么理由 你都没有行动 对不对 那为什么思想可以呢 我现在 我以前不信 我觉得你只是 骂 譬如你口说话 你别人听到 你伤害了别人 或者你的行动 那身口意 那什么意念 会是恶呢 要计不关事 我只是想 发出了点波 对不对 发出了点波 原来 你经常想一样东西 就成 你的思想想一样东西 就成为什么 行动 一旦行动 一旦行动 他就带给你做到那种东西 对不对 就是 譬如 喜欢倒马的人 你去哪里找到他 下 下 难道是这里吗 对不对 很有趣的 你知道他去哪里找到他 对不对 因为他一定是去那个方向 这样的意思 明白吗 所以很幽妙的问题 对了 所有的身口意 都是一个叫作用力 都是力 对不对 作用力 那因果 果是什么呢 业力是什么 业力就是说 当你一产生一种作用力的时候 它自然会有一种反作用力 在等着出现 对不对 即是它潜藏在里面 不过你不知道 是的 但是它这个力 是一种科学现象 它自然产生的 刚才佛教说圆 就是圆起圆别 既然做了一样圆 起动了一样东西 就等于一样东西 作用力产生了 起动完 那下一样东西就来了 反作用力 它就会在适当的时间 它不是马上出现 在适当的时间 适当的条件 明白吗 所以佛教说 因果 是吧 但中间那样东西是什么 知道什么 中间那样东西是什么 有因是否一定有果 我想问大家 是 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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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佛教说 因果中间 有因你也有果 人家没什么可能 什么叫因果现象 佛教不是说这些吗 不是的 以科学的解释都对 中间一定有个寓言字 是 有因有缘才有果出现 如果没有个原字 果不会出现 所以我们修行 如果有因一定有果 那我们永远不用修行 没有人可以 因为你的命 你的因已经是凡夫 你永远就凡夫 是不是 中间这个就是靠你自己可以改变 你唯一可以改变这个东西 明白吗 改变一个圆 圆改变 我们只可以修这个东西 因为因是中了 对不对 因中了必定有果 但是一样东西 它必定要有缘才出现果 没有缘它 即是好像一样东西 你一粒苹果核 是不是 它怎么变成一棵苹果树 有泥土 是的 那泥土是什么 它需要阳光水泥土 是不是 是的 或者一定的条件 当然要一定的条件 空气 或者温度 那这些全部都叫圆 如果没有这个圆 它在这棵树就出现不到 刚才 所以我们可以改变的 就是这些东西 你记得那些 圆 那你更加 你更加一样东西 你不要继续中一 是不是 你不停地中一 他不停地在等 排队在等 意思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将它简化到最简化 已经不复杂了 明白吗 它这个作用力 一定要有一个原先作用出来 明白吗 就是好像我们这样 好像我们这样 我们算不算是一帮有福报的人 你觉得 是的 是非常有福报的人 是非常有福报的人 因为有前一 在这个地球上 我们有六十多亿人 是吧 是 有多少好像我们这样福报 你觉得 其实很少 很少 很少 是吧 是吧 那为什么呢 那为什么我们这样福报呢 因为高医生给了一天 然后我们碰到他最圆 然后老师呢 他把我们给了圆 然后最后就结果 大家就变好了 很难做 很难做 因为我们以前中过那些善恩 好的恩 那遇到一种 一些圆 但如果现在在打仗 那这个恩 出现不了 是吧 但是现在 灾难频繁 你有这么好享受的错 是吧 是吧 对不对 他们都要有一种太平的圆 如果外面的纳纳乱 你还有机会来这种 是吧 所以这个圆也很重要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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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么意思吧 好像我们在这里 又不用钱 又有食物 又有人服务你 又有惯色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 那么好的 那么好的因 那么好的果呢 为什么会有那么好的果呢 我问你 有些人 譬如有些地方 他有钱 都没有食物 譬如你在沙漠 我很有钱 都没有用 是吧 是吧 或者很穷那些人 他多努力 他都会赚不够钱 都赚不够食物 对不对 挺惨的 那我们在这里 坐在这里 又有人给你 有学到东西 是的 我发觉香港很奇妙 你可以去很多地方 完全有免费的服务 包括现在有一个 以前哪里说 有免费五餐 已经有了 是吧 但是这里不是每日 你知不知道 现在香港有一家餐厅 365天 每日都有免费五餐送供应 乳花斋 乳花斋 每日都有一餐 免费素食供应 是的 但是你知道 中国有多少间 有500间 哇 是 很伟大 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事 香港第一间 乳花斋 你真的觉得不可思议 一年365天 每日中午都会供应 素食一餐 而且还很丰富 是免费的 是吗 是吗 是不是很奥妙 是的 是 大家明白了 如果我们要改正我们的命运 一定要在我们的思想下手 我们的思想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这个证件 如果你想诚性诚言这个出世间法 你想学到这个法 你一定要有这个证件 否则 你连入都不能入 甚至是完全错误 你走错了路 你自己也不知道 是吗 是吗 好像我们也有很多 学佛的朋友 很不灵性诚 很违顺的 说的都不明白 是的 是的 很难说 我都不太明白 为什么人会这么有趣 就是他完全不讲道理 在他的立场上 都没有道理可以 就是你讲道理 说不通 但是他见信是对的 很奇怪 很有趣 我都不明白为什么 这个人说 因为他 如果我们佛法说 他这个是不遂足正见的 那我问你 一个人没有正见 一个人如果他拥有正见 他就好了 如果没有正见 他会是怎么样 是什么见 没有正会怎么样 斜 对 他没有中间的 要是正 要是斜 好有趣 所以佛法说 凡人 为什么有凡人 他是拥有斜见的 所以如果你没有正见 就等于你有斜见 是的 所以为什么斜见 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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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所有的苦 都是因为斜见而来的 你所有的幸福 都是因为正见而来的 你知道吗 所以拥有正见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比如像我们人 明理 你就有幸福 快乐 所有 所有 不明理的人 他就是很麻烦 很多痛苦 跟着来 因为他是一连串 一连串的行为 命外结果 是吗 是吗 现在进入最重要的环节 刚才大家都明白了初步的事情 下一步 究竟什么是正见呢 什么呢 正确的知见 正确的见价 正确的见价 其实呢 只是一个正见不够的 在佛法说 所以我这么多次来这里说 都是讲这个题目 叫做正知正见 你知道吗 在佛法说 一个人 最重要的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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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人 什么人 什么是你最重要的贵人 应该这么说 批点你的贵人 你做错了批评的贵人 对了 对了 什么是我们最重要的贵人 就是这人 就是这人 思想 不是 正知正见 正知正见 如果这么说 正见就可以了 正见是我们人生命中最重要的贵人 因为你拥有了它 这个命运呢 是什么呢 很重要的 你的命运是要承认正性的 但是你不拥有正见 即是拥有什么 邪见 是不是 邪见的结果是什么 凡夫 凡人 凡人是什么人 好了 在这里先和我们大家先来 先将它来清 凡人和圣人究竟有什么不同 和圣人之间 圣人就会凡是想到别人 凡夫就会凡是想到自己 这是其中一种 核心是什么 重点是什么 一定要搞清楚 凡夫就自私 圣人就不挨 都可以说 但背后还没说到核心 我说完你们就明白了 凡人呢 我想问你 生老病死是否所有人都必经 是 不知人 所有生命都必经 是吗 是 那我问你们 外星人会不会经过生老病死 都会 只要有生命 不论你什么形态 在佛教说 生老病死都是必经之徒 没有任何一个生命可以超越 除非你不是生命 那就不牵涉到这个规律 明白吗 包括一张木 在佛教说 这个世间只有 动物 礦物 还有剩下一个心 这三样东西 只有这三样东西 就像这个 直接有生命 我们将来分 身心灵 人就是这三样东西 这个世间除了这些还有什么 身体就是物质 是物质界 物质界 心灵 是思想 思想界 那灵是什么 灵是灵性 灵魂 灵性 是吗 灵性 究竟灵呢 这点东西就很高了 身心都会灭的 是吗 灵不会灭的 是吗 是吗 是 灵魂 是吗 是 其实它叫转化 现在讲到佛教说 它会变化 但是它永远都不会灭 永远都不会消失 但是身体和心灵它会消失 它会变化 它会变化 但是灵 灵魂呢 对不对 它就不会变化 好了 那么 生老病是必经的 他这么说 在佛法来说 凡人就是你掌握不到你生命的人 我们掌握不到生命 对不对 有什么你掌握到 你说 没有东西 其实没有东西 对不对 对不对 生命不是你的 你只可以使用它 我师傅说 你只可以使用这个生命 但是你不是拥有这个生命 对不对 对不对 你只可以使用它 多久都不知道 但是你不是拥有它 所以很多人搞错了 我拥有这个生命 这个就是邪见 邪见就是 你以为你拥有生命 你可以得到生命 你只是使用它 暂时保管它 交在你手上 对不对 凡人就是 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生命 你掌握不到你生命的人 叫凡人 你明白吗 凡夫 过去就叫做反反夫夫 对不对 即是反反夫夫 一时天堂 不关系 一时是什么 我得而回 是的 控制你自己掌握不到 因为凡人的境界就是这样 因为你的邪见令到你的命运就是这样 那圣人呢 圣人有什么不同 圣人的分界点就是 他掌握到他的生命 他一样有生老病死 但这个生老病死是不影响他的 他会超越他的 他会超越他的 他会超越 而且他某一生会 止息这个生命的 他这个生命的 你会得到解决 所以教会讲解决 讲裂盆那些 对不对 譬如不同宗教又说 他最高的境界是什么 道教最高的境界是什么 道教最高的境界是什么 刚才 他们成仙 他们成仙 对不对 成仙 对不对 那么基督教那些 对不对 去天堂 去天堂 去主的身边 对不对 佛教又有 西方记录世界 又有解脱 有解脱的境界 涅盆的境界 其实都是在讲那些 不过他的名字不一样 就是这个意思 那圣人呢 他掌握到自己的生命 虽然他还有生老病死 但是他过了一个过程 他就会知识到他的生老 生老病死 他就不需要再生 因为你有生 就一定有老病死 跟着来的 刚才说了鱼蹄 他们就不是 他们断了这个鱼 断了这个生老病死的鱼 所以他们叫圣人 明白 明白吗 明白 知道 那这里呢 就 有些事情要了解 一般人覺得是償的,這個世間 是快樂的,是嗎? 是我的,這些事情是我的,是嗎? 這個兒子是不是你的? 身體是不是我的? 不是 不是就已經擁有正見了 一般人,所以邪見呢 邪見就是這個意思 這個邪見 應該這樣說 犯人呢 犯人因為擁有邪見 這個就是擁有正見 在佛教上是這樣解釋 犯人擁有邪見 所以他覺得有這個情況出現的 是償的 這個世間是償的,是嗎? 其實不是的,這個世間不是償的 是無償的 有什麼是償呢? 無償 是嗎?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有一樣有… 有一樣真理 是什麼真理呢? 有什麼是不變的真理呢? 你知道嗎? 有一樣真理是不會改變的 是什麼? 知不知道嗎? 就是不想死 就是變 這個世間一切現就變化不停的 是嗎? 是 但是我們一般人呢 就是覺得它是償的 是嗎? 是嗎? 但是一般人是這樣想的 是嗎? 是嗎? 第二呢 就是有快樂的 樂的 是吧 第三呢 是我嘛 什麼都是我的 家裏是我的 錢是我的 子女是我的 老婆是我的 什麼都是我的 對 什麼都是你的 其實這些不是的 如果站在… 站在這個政見聖人的立場 第一 這個世間 所有的東西都是無償的 是嗎? 是 是 其他東西呢? 不是所有的 其他東西是一般人很難接受的 第二是無樂 我們是無樂的 那些東西很開心 很好 是嗎? 是 不是假的 不過是短暫的 不是長的 它一定有變化的 是嗎? 因為它會變化 因為它不是常 所以這個樂不是真樂 這個只是短暫的樂 是嗎? 是 是 因為它會變化 變化了不是你所想要的東西 你就會變成 不是快樂樂 變成苦 好了 第三樣東西最重要 這東西最重要 是 擁有政見 第一件事 一定要擁有這件事 如果你的思想 不是這樣的 你永遠都不可能遭遇凡人 因為你的思想 仍然是充滿邪見 是嗎? 你想想一下 這三樣東西是什麼 在佛教講 叫做三法人 世間三個現象 你找不到第四個了 第五個都找不到 你想想是不是 這個世間 除了無常 是不是 什麼都是無常 什麼都是變化不定 對不對? 對 第二件事 你表面的樂 是不是真樂 不是 說明快樂 快快趣 就過去的樂 要快樂 對不對 對不對 有沒有永樂 有 如果沒有的話 沒有必須要說這些 樂 激樂西今 叫做永樂 或者天堂 或者主的身邊有 或者好像道教說 成仙 成仙人 叫做永樂 得到永久的快樂 對 但是我們凡人的境界 是沒有這些 為甚麼沒有呢? 因為這個無常 令到我們的世間 是不可能有永樂 真樂的東西 全部都是假樂 你想想是不是假的 好了 第三件事 這個我 是真還是假的 假的 對 但是充滿邪見 一般有邪見的人 他會覺得這個我 是真的 要不然 你怎會為了這個我 做那麼多樂意 對 對 就是邪見 對 譬如我們為何會 很多人會做 偷惑拐騙的事 他為了自己 做了傷害別人的事 結果倒轉後 傷害了自己 對 對 他便不明白你 因為他覺得這個我 是真的 對 對 就是這樣 這個很簡單 明明這個道理 明白 充滿邪見的 就是我們現在的法人 所以如果你經常 你的思想就是這樣的 剛才說思想命運 思想決定 對 現在這個呢 擁有正見的 聖人 他們的觀點是這樣的 對 所以他們可以放得下 剛才說 為何那些人放不下呢? 因為他沒有看穿這件 對 你經常都是我的 我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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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了那時候 你又要死了 其實不是 他們不停地在變化 你自己都在變化 你想想 例如你以前可以很愛一個人 現在可以很憎恨一個人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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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前可能做作家犯科的事 現在你叫你殺隻矮 你都不會 是嗎? 是 如果你學法 你學得對 你真的連殺隻矮 你都不會做 是嗎? 如果一般人 見到矮 他踩死他 你踩到幾隻 是嗎? 是嗎? 就是這麼有趣 當你明白他的道理 你連隻矮都不願意去殺 不算意傷害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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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我以前 曾經見過那隻蟑螂 很怕蟑螂 我為了救他 真的膽敢用隻手 去拿起他放在其他地方 平常我不會這樣做 以前見到他就拍死他 是嗎? 但是那次見到 真的很不忍心 很想救他 好了 忍心一下用隻手來捧什麼 這隻雞 很難做得到的 是嗎? 是嗎? 是 那一刻 是很想幫他 是嗎? 就是這樣 這個道理大家都明白 這個很重要的 這個叫三法印 三樣真理的印證 世間只有這三樣東西 只有這三個現象 你們找不找到第四樣出來 因為應該沒得再高 你明白嗎? 因為佛陀的智慧 這麼深刻才能看到這些東西 否則我們法輝看不到這些東西 但事實你可以用這個現象去看 有沒有一樣超越這個 有沒有一樣榮符 沒有 你們想想 用不同宗教的立場 你可以來挑戰這些東西 我相信都很難挑戰得過 是嗎? 是嗎? 因為本身我們就是遇到這些問題 我們就是在這個裏面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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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我們生命的現象都是這樣 是嗎? 好 好 接著呢 這一個呢 三法印呢 是政見的第一樣要做的事情 你們已經了解了 你們基本上已經具足了政見 但是還要再深入一點 還要只剩下這一點 如果剩下這一點 你們就叫做 賢人 進一步進入賢人的階段 我研究了這麼多年 我發現人只有三種 這三種人在這個世界 犯人 賢人 賢人 聖人 我找過很多文章 其實都很難分得很清楚 但是原始佛法 其實可以在這方面解得很清楚 大家都知道 擁有邪見的人就是凡人 賢人 賢人 聖人 這一點都擁有 政治正義都擁有 這個人已經在佛教講 他已經是進入正位的聖人 現在叫賢人是什麼意思呢 賢人 譬如也有些說給君子那些 但是我們不用說那些太 那些 將他分成三類就夠了 因為君子、是人 多數人的那些 全部都是屬於法夫的階段 他還未進入 現任就是 他明白 出世間的道理 他在追求這個道理 但是他還未達到這個聖人的階段 明白嗎 明白 他正在追求 他正在努力 他知道方向 但是他還未進入到 原因就是怎樣 他還未達到政治的過程 下一步他就可以做到 那叫做書 他還未達到 那是 这四圣帝就是佛法的法 佛法的法是什么呢 你们知道法是什么意思 法是佛法讲49年所讲的法 可以简单一点 法就是真理 就是真理 佛法讲的就是真理 真理是什么呢 究竟是什么 真理是什么 再简单一点 政治正见 不是 真理是最深一点 道理 我现在不是讲宗教 你将它超越宗教去讲 不是 即是超越了 我现在讲一件真理的东西 关系的一些现象 真理呢 其实就是 叫自然法则 自然法则 自然法则就叫真理 但是自然有个法则 不是所有的东西可以改变 自然的法则就叫真理 自然的法则就叫真理 在佛法来说 就叫法 是吧 不同宗教有不同的解释 佛字有字 叫法 佛法的法是什么呢 你说真理是什么呢 真理有不同的法 不犯错 如果现在讲和生命有关的现象 佛陀讲的全部都讲生命有关 他会跟你讲其他一些东西 因为他觉得浪费事 他直接跟你讲生命有关的 和生命有关的就是四圣帝 那什么叫圣帝呢 性是最高 帝就是真理 那什么叫四圣帝呢 其实大家有没有了解一个 有没有听过 有没有 如果是学佛的 他其实也有了解 四圣帝呢 第一个是 苦 这四个东西 那苦是什么苦呢 大家知道吗 如果你了解了四圣帝 那你聚足了正知 正知正见的 你就聚足了这些东西 如果你了解到 和你将它成为 你的生命追求的方向的话 那恭喜大家 你们已经进入言圣位 可以这样讲 甚至呢 大家有没有听过开悟 有吗 道教有没有讲开悟 有吗 有没有讲 有 其实不同宗教都有讲很多 或者叫做觉醒 有很多讲法 觉醒 觉醒 醒悟 开悟 但是呢 你找不到标准 我试过了 但是呢 如此佛佛是有标准的 是 一个 一个明白四圣帝的人 就是一个叫做开悟的人 很容易的 原来 那些人我开悟 讲到 要讲 不知多少千八年 其实不是的 一个开悟的人 就是一个明白四圣帝 明白真理的人 明白真理的人 就是一个开悟的人 明白吗 因为你误到 你误到这个大自然法则 那就是开悟的人 更难 那开悟是什么呢 如果是佛法的真理 如果你就这么说 那很久的真理 不同宗教都是讲不同的真理 不一样的 但是佛法呢 佛法呢 这个法呢 就讲得很清楚 我相信只有佛法可以讲得这么清楚 其他很难 我看过很多文章 很难找到一个标准 这里可以讲得很清楚 而且是 你都很难去挑战它 但是我们都很希望有人挑战成功 大家拿出来 不想学习吧 第一个是苦 什么苦呢 知不知道什么苦 在佛教说 有八苦的一个人生 人生 其实所有生命都会遇到这八种苦 生老病死大家都清楚 第五个呢 爱别离 爱别离 大家明白吗 第六个呢 愿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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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不喜欢的东西都黏着你 平脱 是吧 你愿真会 就是你不喜欢的东西 愿真会 那些叫做五乘阴苦 或者叫做五蕴式圣苦 有几种说法 其实呢 这个就比较高深一点 我们用简单一点的方法 第八个呢 叫做放不下 你五蕴都是说放不放下 你说五蕴式圣苦 都不明白的 你放不下 譬如你明明想做些东西 做不到就做不到 是吧 你想不做 他就拼命做 是吧 我们一定会遇到这些问题 所以所有生命都会遇到这八样苦 那这个苦字 其实呢 有很多人批评 实教经常说苦苦苦 这个世间不是有很多快乐 有很多欢乐 其实这个字是一个代表 其实呢 应该叫做 如果我这样说你们就明白了 任何人 都会遇到这三样东西 是的 譬如说 生老病死苦 死是苦吗 那麽多人自杀呢 一次不够就几次 是不是 他们追求死的 对不对 就这样解 那你说死苦吗 对某些人来说不是苦 那他为何要死呢 我想问你 为何 他一定会遇到这些不如意 是吧 是 在佛教说 如果你不是圣人的话 就算你拥有多大的能力 多大的福报 你一样会遇到这个问题 因为凡人就一定会遇到生老病死 以及这八种苦 对不对 这八种苦 所以生命的现象 第一个就是不如意 所以造成苦 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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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一定是和你们生活有关的 你们的经验 来的 有没有遇到这些经验 第二件事 习是什麽意思 简单些 就是为何我们会有这些不愿意的事 我们生命里面为何会有这些苦 因为是羞子 所以它叫责 是吧 你责合了 为何会责合了这么多苦 是 原因不是 原因就是 我们做了这个苦的恩 是 这个恩 这个恩我们曾经做低了 明白吗 明白 所以有恩 有缘的话 这个会出现 是吧 有因就会 是吧 因为你做低了这个恩 是 所以 刚才我看到有个不愿人这本书 是吧 即是善人道 现在是很值得学习的 善人道说一样东西 不愿人 是 是 我现在学习的 那些都是说的 我们呢 你记得人的 这些不是那么多人接受 但是你接受了 你就可以解决很多东西 我们的生命所缘的东西 百分之一百都是要你负责 有些人就不是的 为什么会是我 譬如你突然得到一个重病 绝症 通常你都愿见有人 为什么会是我 我常常都觉得很奇怪 我的朋友又饮又走 他们没有事 为什么突然间 这些朋友什么事都好好的 又说肺癌的 又死了 那不是很不合磨叉 为什么呢 是吧 即是不合磨叉 如果你这样说 是吧 因为你有病 因为这种因 因你不知道 就是潜意识里面 即是我们讲因子 你的基因里面有些东西 遇到某个愿 它会突发出来 那如果 他死亡又喝酒 但是他没有这种因 就没有事 你明白吗 我看过最近有一本书 他说得很好 譬如你遇到某些事情 不必定是你的命里有 如果命里没有 就算有人想拿着你开枪 也可能没有 但是我看过很多现象 是真的 我看过很多交通以外的影片 即YouTube 现在有很多 他站在那里 整个车飞来 他都没事 因为他刚刚坐在这边 对不对 但有些人 避来避去的人 都是会撞在那里 你试一下 有一个人正在走 但是你想避去 最后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撞他 很奇怪 对不对 很有趣 所以在你的生命里出现 你所有的百分之一 都是要你负责 因为这个因是你创造的 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才能放下 如果你不明白这个道理 你一定怨恨的 例如你遇到有些不满意的事情 或者放不下的 是很难去接受的 一般人很难接受的 自己痛苦都愿意 对 那你就放不下 因为你不明白这个道理 你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不怨人就是这样做 对不对 对 因为所有事情 都是你自己搞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曾经有个故事好笑 有个老师问 有一次上课 大家分享 就说 你一定要在你的老婆 或者你的老公身上 找到优点 有个女人就说 没有的 我老公什么优点都没有 你不会嫁给他 对 最后老师问 你应该要嫁给他 没有优点 你都嫁给他 那还不是你的问题 就是找问题的时候 都说所有问题都是你嫁给他 他说 不是 最后 那不是 为什么你要嫁给他 那他就无意义出了 最后不是你选择的 你可以不嫁的 对不对 为什么你要选择 你这么多男人不嫁 对不对 有些人选择单身 为什么人可以呢 对不对 就是没有了 譬如有些人 要一些子女 很多人结婚不要子女 为什么你要不要 你不可以学别人不要 你要就是你的问题 对不对 好像 我最近学到一个人 你拥有什么 同样那样东西 就拥有你 好像我们驾车 就知道 好像我经常驾车 你好 有部车很舒服 但每次去到哪里 你就头痛 拍照 又抄车 又找停车场 你要保养他 对不对 你为他就产生了很多烦恼 对不对 但是你没有吹的 是不是没有这种烦恼 对不对 所以有样东西就是这样 你没有一样东西 你就轻安然 你拥有得越多 是不是越多烦恼 对不对 这个是好自不宜的 对不对 所以刚才我原起 你突然搞一些东西 你不是要负责任吗 你搞完就想走出去 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那个立场不会的 不是那么简单 你可以走出去 好了 印朗 因为你做了些东西 你收集了些东西 所以这个符 第三样 灭是什么意思 灭是什么意思 灭是什么 灭是什么 消失 原来他有一个 不要这么说 有一个永恒的 永恒的境界 对不对 像刚才所说的 一切现象 一切世间 一切生命 都是不如意 都会生老病死的 对不对 接着 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 为什么会有这些苦 第三样东西就是 生命原来不是的 是可以有一个这样的境界出现 是有一个这样的 就是所有宗教讲的境界 是真的有的 这是无苦的境界 永恒快乐的境界 是真的有的 不是假的 所以佛刚才所说 有四样真理 在生命里出现 第四样是什么 这个境界 大家明白 不同宗教有不同的说法 总之有一个叫永恒界 是不用受这些东西的 那道是什么 道是怎么去 如果去不了 说你做什么 譬如我跟你说 有一个很好的地方 不过去不了 你说完 你当然要 有这样的地方 一定有一个方法去 道的意思就是 有一条方法去到 什么方法呢 就是变成八正道 有八样东西要做 做得对 你就可以去到这个境界 这个事情做得对 做得好 这个境界就会在你 你的生命里 就会得到这个境界 明白吗 好 接着呢 很多人就挑战了 很多朋友不信 有些人不信 不信内生 对不对 譬如我们说这些东西 是牵涉到 因缘果报 对不对 因果轮回是内生 但很多人不信 宗教不信有内生 不信有轮回 对不对 所以他们不信 佛陀就说这些东西 怎样去证明这些东西 现在我可以和你们说 第一 有三样东西 佛陀教我们 如果我们要证明这些东西 对不对 有什么方法 有什么方法去证明 尤其是讲因果 讲论会 讲来生的东西 是你看不到的 对不对 那就教你看这个方法 第一样 苦 苦这东西 大家都明白 不会不相信 是吧 是 当然你可以讲 超过八样 苦大佛陀教 是将它规规 就是分裂成八样 基本上在一起 等你独立再抽出 当然可以更加多 但其实没有必要 好了 第一样东西 就叫做燃量 对不对 这个就可以用燃量 来讲 燃量就是你自己 现在看到 你感受到的 对不对 这个绝对是证明 不用说 如果你说不是 那你就很厉害 有些特殊的意 第二样东西 好了 第二样东西 习呢 习你怎样去证明 我问你 我现在讲很多人都不识 但如果你是讲道理的人 就有得讲 如果不讲道理 就没得讲 说什么都会 因为他不是用道理 去思维 我们讲道理的话 在佛教说 习因为是在讲因 因你不知 是 前世 你现在更理解 譬如我现在无忽 去伤害人 做一件坏事 当然是很快有恶果 这个是 立刻知道 但有些过去的因 潜意识里面 我们不可能知道 对不对 那你就要用正量 比量 正或者比 什么意思呢 就是 譬如 比较 比较 你以前都没有见过 你叫曾祖父 是不是 那有没有存在 有 那为什么呢 你都没有见过 这个就是比较 或者其他还叫正 就是 譬如好像 月球和地球之间的距离 我问你 那些人怎样算到 我问你 怎样算到 没有 没有 他们是一个算术 或者是一些科技来计算 就是叫比较 比较 正量 是不是 就是用这个方法 譬如我们就这么说 因为我们有曾祖父 才是我们 是不是 是不是 或者一路追上去 追到很远都可以 是不是 有某一些东西 可以用这个 比较 比较 甚至现在 太空那些东西 难道他们真的去过那么远 是不是 他们都是用一种比较 是不是 很多东西都是用这个形式来 科学来 大家去认同一样东西 是不是 明白 第三样 灭这个东西 就复杂了 灭是比较不到的 被永恒的快乐界 天堂 天堂 世界 这些比较 我先问 给都给不到 因为这个东西更加高深 更加难以自信 是不是 对吧 那要靠什么呢 靠这个东西 什么叫圣言 大家明白吗 好像我经常跟朋友谈 我什么都不信 我说你信什么 我只是信我自己 我说你现在做人做得成功 一般的 你自己也做到一塌糊涂 你做信自己 结果就是一塌糊涂 如果你做得成功 我都没有说话可说 是吧 你自己也做到一塌糊涂 好了 那 现在这些说的东西 哪里来的 我想问你 这些道理是哪里学来的 我们哪里学来的 在圣人上学来的 是不是 弟子规 我们哪里来的 不是我们自己创的 在圣人上来的 是不是 天主教基督教 在哪里来的 在耶稣上来的 他们是什么人 我想问大家 他们属于什么人 他们是圣人 老子 好像你道教 哪里来的 是老子出现的 老子是圣人 是不是 可不可以 一般人创过宗教 很难 是不是 不是没有 但是他不可以长久 他经不起时间考验 只有这些圣人说的 才可以永久 和经不起考验 明白 明白 所以叫做圣言 圣人说的东西 如果你都不信 那你就一字跪佛报 我们以前说 老爷 不听老人言 是归在眼前 这句话 我都不是这么认识 不是不对 但是应该说 不听圣人言 是归在眼前 这个真的是真的 老人 不是一定的 老人他不是圣人 他可能说他自己那一套 他只是比喻 不明白 不听圣人言 圣人的说话 你都不信 这些是哪里说的 就是圣人说的 你看 这个世间 那么多圣人 他们都是无求无用的 我特地来世间 说过大话 你觉得有可能吗 没有 譬如没有这个境界 我是释迦牟尼 有 我说这些做什么 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大话 而且不是一个圣人 你想想历史上 那么多圣人 就是在我们人类 现在这个文化里面有的圣人 那么多圣人说的 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你看到他不同的地方 如果你懂得找 是找到一个类同的地方 如果你懂得研究宗教的话 中国六祖堂 对 不同的圣人说的 好像我曾经 靖空师曾经说的 五只手指 对不对 你看是否有场景不一样 但是他的手掌心 是否一样 是否连结在掌心 是 其实是一样 其实如果你看穿些 你看穿些 你就知道了 不要看表面 你看他们的核心 是不是 他现在说科学也是 科学 现在佛教说 人是一体一致 生命是一体的 其实科学也证明 在我们的物质 表面的物质 其实里面 最深层的能量 在能量的层次 其实是通了 所以是一致的 你和他 你分不开 如果是能量的状态 所以佛教说的 其实是超越宗教 超越科学 就是这样的意思 超越科学 现在科学在做事 一直都在解释这些东西 其实是一样的 现在科学都在说这些东西 量子的科学 已经解释了很多 佛教师的现象出现 这个就是 要靠圣言量 现在圣言量 每个人都不信 真的不能够说 因为他不是靠 这套思维模式 那圣言量 可以证明 这个永恒界一定有 明白吗 所以大家相不相对 就靠自己的意味 好 接着呢 八正道呢 八正道下面我们要讲两个 这个很重要 好了 八正道里面 第一个 第一个 叫政见 第二个 这些 有些 振 人 针 针 针 其实绝对不忠够迷信 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很正确的 一般生活中的我们都做到的东西 第一个,正见 刚才说过正确的见解 第二个,正思维 第三个,正语 一个个解释 但我们今天只要学到这两个 因为不够事,因为这些就比较复杂 要很有心追求这件事才会再学 因为你讲了也没用 因为你本身的思维不是未必接受 或者未必学这件事 但对我们最重要的是这件事 第一个,正见 正见是什么呢? 刚才说了 你明白世间的现象 这三样东西 无常苦无我 那你拥有了正见 明白吗? 还有这件事 还有四圣体 拥有了这件事代表什么呢? 代表你明白什么 这个世间一切都是 无常 无常 苦 无我 我刚才说无乐 其实就是苦 实际上 经书讲的是苦 苦这个字代表了无乐 不过,因为讲苦很多人会批评我们的 所以我们尽量避开他 没有人批评 你没有人批评我们就讲苦 有些人会说 你们佛教这么悲观 什么苦啊 什么苦啊 很多人都这么批评 其实佛教 不可以叫他悲观 我们叫他 一般人叫他乐观 乐观其实不对 世间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世间其实是苦的 不过问题是 一般凡夫因为邪见关系 他不认识的 明白吗? 佛教说我们是叫做实观 实际就是这样 我们只要说 我们不会加炎加醋 你不喜欢听过阿伯的 一般很多人就很难接受 什么苦 多快乐啊 他不明白这个快乐 很快乐过去的乐 好了 三、八、印 你要记得 政见就是无常苦无我 然后 四圣僻讲的是什么 讲一切都是 一切都是 一切一切 都是一元果报的现象 都是一元果报的现象 对不对? 这个世间一切都是一元果报的现象 都是业力的现象 都是业力的现象 那如果你都认同 理解的话 你就是一个有正见的人 明白吗? 其实不难而已 不过你真是认真过 不是说我学完就算了 即是你真是深入到你的思想 深入到你的意识里面 对不对? 那你呢 其实你听过有正见的人 不难的事 但是这个就是正见 如果不是这些的话 其实你就是一个邪见的人 对不对? 那有正见的人呢 就等于 我们叫做见法 见法的人 什么叫见法呢? 法是真理 你见到真理 真理就是这么简单的 这个世间有两个简单 和生命有关的事 就只是这些现象一步 找不到其他东西 那你了解了 那你就明白了 就等于刚才 你明白了 你 你明白你了 你知道如何做人了 那你就不会做得好 那现在这件事 你拥有正见 你明白因果现象 你明白生命就是这样的 你明白了 你就知道如何做 那这件事 接着第二步 正思维是什么呢? 但这件事不足够 要加上这件事 加上这件事 正思维有三个标准 第一就是叫做 这个是最重要的 下一步这个很重要的 什么叫正思维 就是说 我们的思想里面 要经常会有这件事 无亲 亲是什么意思? 不好的情绪 不好的 不可以 亲就是叫做 第一件事 就是缺纭疼 miles trabalhシ 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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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有这些思想,所以才会导致他受苦 第二,不要有害的思想 有些人经常想偷鬼变害型 他的思想就是这样的 他就做了很多恶业 这个恶业就令他受苦 第三,最重要的就是利用 我们一般人经常追求欲望 有一是上三,有三是上九 永远都是追求的 但是无止境的欲望 你一定要减低,不停要求自己减低欲望 因为如果你不停增加欲望 那你跟圣人的路相反 你看看中国长文,说什么都是这样 欲望大的人自然问题就很多 而且心很难清静 这个要离用 你要经常检查你的思维 有没有这些 如果有,你要想想 你会降低 如果你做到这两样东西 你就才是一个叫做得到正知 正知正见的人 一个正知正见的人 就是入了圣楼的人 在佛法讲 这个可以叫做圣人 他在圣人之流里面 圣人之流叫圣楼 在圣人之流 在佛法讲 有八个阶段 有八级 圣人有八级 最高的级 就是完全解脱的圣者 但是呢 不难的 只要你正入圣楼 你最慢七世 保证你入到第八级 在佛法 原来有这样的标准 很难 很少人找到这些标准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我们 我们这里学的 叫做与大乘佛法 不存佛法 很难 没有这些东西 很少讲这些东西 就算讲也是很能耳 原始佛法才要真正 深入讲这些东西 佛堂就会讲 如果你入了圣楼的人 最慢七世 你就达到第八级的解脱这境界 正式尽入圣 就是完全成圣人的结果 七世很快 可能努力的人 今生就完成 甚至佛堂在世七天就完成 这个过程也有 最快七天 即是看你根基 看你的福报 这个很难说 在用品 你才可以 如果你成为这个 政治正见巨足的人 你才可以说 你对自己的生命负上责任 否则你不能说 因为为什么呢 你的生命是永无自禁的 在凡人的角度来说 你自己掌握不了自己的生命 但当你拥有政治正见之后 因为你的思想已经改变了 第一个是思想 改变了 第二个是正思维 就是你的行为已经改变了 因为你经常检查你的思维 你有这三样东西 你都一直降低 你便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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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吗 你的思想行为都改变了 当它成为了你的习惯 那时候 led organism 就是在这个活趋cé 遇到这些 Bass菜 成为了你习惯 根本就发生了 想想套 你一定要有一个动力 那下一部份 便要复杂一些 如果做完这些就很快 如果做得快的七日就完成这个工作 曾经有佛陀在世有七日就做完成的 他有这样的弟子是七日就完成了 当然了,佛陀讲最慢的 即是什么都不做,我天天在那里放弃的 保证七世就完成这个 你的使命就完成了 你达到解脱生死的境界 七世很快就完成了 不过你一定要拥有这件事 如果你拥不拥有这件事,就没有任何保证 为何圣人说圣人可以掌握自己的生命 因为他拥有这件事,他保证自己的七世就完成了 明白吗? 他的生命最多、最慢的七世就正式转化 完全完结了 解脱了生死,他就苦了 明白吗? 明白吗? 那不是很难的 如果这样看,你觉得有没有那些事 你做不到,我想问自己 本来人就应该要做这些 是吧? 难道你的思想经常有负面 有些不好的思想 难道你经常想害人? 是吧? 但有很多人真的经常想害人 他经常在看什么,可以哭,可以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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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的脑就开始很乱,很多东西 他的理智就会叉叉了 因为他被他的欲望控制了 到欲望大到他控制了他的人 你会看到现在这个世间有多少人受了多少苦 他知道的,但他做不到 譬如他都知道拖一拐变不好 不知为何他控制不了他,他一定会做 是吧? 或者有很多很多不好的习惯 他控制不了自己改变的 是吧? 譬如这个 下一角,正语 正语就是你的说话一定不会伤害人 要是好的 有意思的 佛教有标准 不妄语 不恶口 不两舌 不以语 有四个标准 这些是要比较深入的 但如果你长得到这两个东西 你不用担心 你的生命会带你去做 就是我刚才说的 赌兔在哪里 他选择买书 就选择买赌马的书 是吧? 看就看赌马那些人台 接着就去赌马那些地方 当然是这样的 你们也是的 如果你拥有这些东西之后 你自然会去找这些东西 你的生命会带你去 为什么他说七世最慢 就是去自动你 他自动会带你去做 因为你不可能坐在那里不做事 你肯定会拿一些东西来看 你自然会去找这些东西来学 你不会再找赌马那些东西来学 是吧? 是 是 很有趣的就是这么简单 他自然会一直带力 你越做你会完成这些东西 正业是什么呢? 就是杀道人 我们的身体不能犯杀道人的东西 是吧? 是吧? 证明呢? 就是你的工作 譬如我去做屠夫 就不行了 我去卖 卖毒品 卖酒 就不行了 是吧? 就是你做了一些东西 会伤害到生命 你的工作会伤害生命 或者你的工作 牵涉到不正当的 就是偷偷鬼片的东西 就不行了 是吧? 那些就会令到你没有办法 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修行 正业就是 你一定会有一个精准力 是吧? 你可以每天挖 每天坐 什么都不做 是吧? 是吧? 不过学到这里 不可能不精准 我跟你说 他一定会越来越 慢慢来 他会越来越精准 很懒的 慢慢越劲力 都是劲力的方向 要对的 但是你拥有了政见 自然所有东西都是正合的 你拥有了政见 你一定会出现正思维 正思维出现了 你一定会出现正语 他是这样下去的 接着下一步 你做政业 你就会做到 吉业正明 做到 是吧? 譬如我们知道 不可以做这些东西 你还会去卖 这些东西 不会的 你自然会改造这些东西 接着你知道 应该要努力一点 做人要努力 所以下一步 这两个就复合了 这些是进入征修 就是专修 譬如正念 或者是禅修 你会更加 让自己做这些东西 做完这些东西 速度很快 会提升得很快 是吧? 就是专修的人 所以为什么 我们经常抽时间 去禅修 去收这个正念 就是这样 如果你收到这些 它一路提升 所有 你整个生命境界 提升得很快 好 好 好 什么 说那些东西 上енный 那些东西 对 正念 但是我们 también 这些东西 不会和患尸 不过这个东西 处想复發 成为 这么一个 特别的 这个东西 子 非常感恩,大家给了两个针头